我們其實每一天都有聯絡學校 去看看究竟在學校裏面發生一些不同的情況 正如我剛才所說 根據我們得到的資料 整體來說 學校的運作大致正常 譬如在昨天 昨天我們收到最新的數字 大約有二、三十間學校 是有一些學生有一些不同的訴求 可能他們需要做一些的表達 或者他們需要跟老師去談一些的問題 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在學校以外的情況 譬如昨天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在傳媒的報導 都會見到其實在香港的不同的地方 在不少的學校外面 都有一個人鏈的活動在那裡 同一時間我們也都見到 昨天有試過有幾宗都是有少許衝突 甚至有些有肢體碰撞的情況 所以昨天我們也發了一個聲明 當然我們對暴力這些行動 我們予以譴責 但我們最重要都是希望 學生能夠注意自己的安全 學校的老師和家長都能夠盡量 捐導學生留意自己的安全 無論他們參加什麼類型的活動 都應該留意自己的安全 其實我們現在也都有一個制度 透過學校去看教師的表現 我們自己也都會有渠道去收到 不同的關於個別老師的投訴 這些我們會跟進 至於社會上面其他 不時都會收到很多意見 怎樣去將我們的教育制度做得更加好 怎樣令到課堂的學習更加有效 這些我們都會整體考慮 但無論我們做什麼決定 我們都會跟學界的朋友 學界的持份者一起去作出討論 才會作出任何的決定